P5 女神異聞錄 在動漫角色扮演遊戲裡 可以說是有一席之地 戰鬥、畫面、故事、音樂 不用幾秒的時間 就能讓玩家們回憶湧現 而陸續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作 不管你後續喜不喜歡 近期的這款新作 你必須知道 哈囉各位 我是狗愛子 P5 正統續作 系列首款首遊 P5X 女神異聞錄 夜幕妹 真是公測啦 哇 體驗了兩次封測 終於讓我等到真實版本的出現 如果你剛好也有興趣 甚至是老玩家、P5粉絲 這部影片很適合你 我會帶入故事線介紹 並且分享初步的角色推薦 讓你認識P5X 同時也能更快上手 遊戲開始 主角也就是你 是一位生活在東京澀谷的南高中生 白天按表操課 放學打工玩樂 看似很正常的作息 直到摩天放學突然進入一個異世界 這邊你可以把它想成主角意識裡的世界 發生的事情都非常浮誇 而且裡面所流失的時間都不算數 就是一個想像而已 那為什麼能進入這個異世界呢? 主角嘛 腦袋裡總要一些天馬行空的想像 想要當英雄拯救世界 欸還真的給他實現了 所以玩家們在遊玩時 能體會到異世界的戰鬥系統 以及真實世界裡的生活系統 包含上課、打工、玩樂、自由度算高 想偏向於哪邊的玩法 由你自己決定 你就想著自己是個日本高中生 喜歡什麼就去體驗看看 那說到日本 遊戲地圖極度還原 像是主角帶了射骨 OMG 這個十字路口超漂亮 其他地圖還有四軒茶舞、神寶丁、上野等等 每到新景點、新地圖都是經典的地鐵轉場 太貼近於現實了啦 戰鬥方面 主角在異世界裡會戴上人格面具 化身成怪盜 同時可以透過面具玩出各種屬性的搭配 除了主角本身還有跟誰在旁的怪盜夥伴 採回合之玩法 不管是手機、電腦 操作起來都相當直觀 跟正月一起 亢奮情緒隨之而來 不會拖節奏 回合沒有時間限制 走一個簡單上手的路線 接著先針對主角以外的夥伴來聊聊 撇除能力的話 整個香味都飄出來了 還是先選老婆 目前開服開放19隻 總共10種屬性 屬性相剋的設計會是戰鬥主軸 如果沒有顧慮到 可能會導致傷害無效 甚至被吸收、反彈 所以要根據BOSS屬性來做搭配 想必如果玩到後期 每隻屬性都至少要有一隻怪盜 這樣搭配下來才不會有缺角的問題出現 OK 刺激的抽卡環節 跟著主線走 來到20級左右 會給你新手持50抽 抽完後還有一次自選五星的機會 從三隻怪盜裡面做選擇 而我推薦新手的是這兩隻 摩爾加納、奶媽代表、疾風屬性 靈敏嗅覺的效果 哪隻怪盜血量偏低 會自動補血 玩起來算上許多 當然還有減少隊友精力值、復活等功用 對於新手來說算是個保障吧 補血為主 增傷手段偏弱 高捲性 火屬性為主要攻擊 而且搭配同樣為火屬性的怪盜 疊伸潛性效果 可以提升攻擊力 整體傷害非常可觀 部分還有一點回血的功用 敵人抗火的稍微多一些 兩隻自選推薦給各位 針對其他怪盜我也說幾隻不錯的 露菲爾同樣是奶媽位置 沒有摩爾加納不得多 不過露菲爾能幫隊友提升火屬性攻擊 可攻、可守、搭配起來相對穩定 對了目前怪盜池僅只有這兩隻奶媽 青鷹、冰凍屬性、疊身冰金必定暴擊 除了靠自己擊敗敵人疊身以外 隊友的任何行動也都算數 傷害方面可觀 對於低血量的敵人也有傷害加成 最後我還沒抽到的魚弓連詛咒屬性 不管哪個討論區甚至之前的封測階段 一致都收到好評 目前處在限定池中 特點瘋狂疊加傷害 還有額外多一次的出手機會 整體攻擊面板相當出色 只要前期能抽到這隻 基本上幾個任務跑圖都能放心 效率會提升非常多 以上簡單的推薦 根據我的心得還有爬文資訊 初中級玩家可以參考參考 有了不錯的組合後 再來選老婆東的愛德基 千萬要記得 屬性相克很重要 啊我等等要繼續去抽魚弓連了 緊接著聊個更順路的關卡 叫做電堂解謎 就像是遊戲裡的趣味解謎 同時包含回合之戰都在裡面 像是跑酷 閃躲子彈 箱子機關 又或者某些箱子啊門 都需要特定鑰匙才能打開 讓你不單單只是跟著主線跑 有時候還得自己摸索看看 關卡周遭是不是有什麼彩蛋啊 有沒有還沒去過的關卡 隱藏區都可以摸索 整體設計把地圖方面變得更多元 讓你稍微動動腦 接解謎 不會到很複雜啦 所以不用擔心 那有些人一天時間比較少 電堂又得花比較長的時間 這樣會不會受影響啊 不會 解到哪就玩到哪 每個關卡途中也有休息室 補個狀態或是當下次進來的傳點 數據強化怪盜 衝衝裝備 再回來都行 聊完戰鬥方面後 談談輕鬆的都市生活系統 唉唷 身為學生 彈性放鬆還是要的 常常問各位高中實習 放假你們都在幹嘛 PUX提供很多選擇 提升自己 打工 健身 打掃 讀書 玩樂部分 逛街 看鏡影 打棒球 英遊 扭蛋 任何休閒活動都盡可能的滿足玩家 甚至說交友系統 和NPC友好度增加 解說隱藏劇情 更加了解故事走向 整個循序漸漸的過程 真的會讓你感受到 剛認識一位仙人 然後到好朋友的階段 甚至是一位異性 想要增進關係 說到這個 最近直播有空都要玩PUX 就剛好的加一些觀眾進來 發現遊戲裡的聊天系統 就是和線上的玩家私訊 有怪盜的特定貼圖 太可愛了吧 總之讓戰鬥的生活系統交錯進行 打破本類了 轉個休閒模式也是不錯 生活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系統 以上PUX的整理 希望讓新人玩家可以更快上手 以及歡迎老玩家回歸這次的新作 跟PU還原部分 相信各位看到畫面都能夠感受到 讓畫面 原創音樂呈現出來 這個過程我真的很享受 那官方很有心 為各位發送虛報 我這邊也有個萬用吧 PUX AMI ME 經遊戲馬上就可以兌換 不知道有效期到什麼時候 建議各位盡快啦 畢竟4月18才剛公測 各位真的要抓緊時間 欸 啊你們戳到哪一隻怪盜 記得和我說一聲 或者幫你我祈禱一下 戳到羽工年 如果各位喜歡這部影片 還有機會的話 我再更深入的幫你們介紹其他事物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瓜仔子 不用救了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